2023年4月8號 應該是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剛才錄了 我剛才講了一堆話 結果我沒有按下播放鍵 好 2023年4月9號 欸4月8號是不是 我發現是因為我把那個螢幕錄過去 然後 他就關錄影了 好 那這樣我到底講到哪裡 就是呢我現在心情有點差 然後我想要來錄影片 搞清楚自己在想什麼 然後這個光是自然的天光 天啊這是我第三次錄囉 好 幹我現在心情又更差了 好反正呢 我剛才心情差的 起頭是因為跟爸媽視訊 然後因為我覺得我現在在爸媽眼中 好像就是一個一個禮拜只工作兩天的小廢物 大廢物 然後 但我也無法否認 因為我的狀況 客觀來講好像就是這樣 而且 客觀來看我好像真的就是一個 這樣的大廢物 可是我其實我覺得我最近的人生 很有活力 很有趣 可是這些很有活力很有趣 好像 都只跟我自己有關 好像都只有我自己知道 好像只有我自己懂 譬如說我最近 嗯 學了SERATO SERATO我也很想學 就是 那種音樂製作我已經想學很久 然後我第一次用SERATO 弄出了短短的音樂 我覺得成就感很高 然後我完成了瑞典的影片 台中的影片 然後我還完成了一首Cover 就是酷 然後重點是 我Cover我應該從 大學就想要 穿Cover影片 大學是我20 20歲 我現在已經28歲了 就是已經 擱在心裡那麼久的事情 我現在終於 踏出去了 而且我也曾經就是 就在這個位置 可能錄了很多次 就是 吉他彈唱 結果後來錄了整個下午沒有一個影片 沒有一段可以用 但我最後還是終於 成功了 所以我現在覺得很驕傲 可是 這些東西 然後我最近 狂彈吉他 而且吉他它是需要掌檢的 所以其實通常 你 你要 到某一個就是可以很順利拿的吉他 就可以順利的彈的 然後一直彈下去的程度 你可能要先練 就是把那個檢養出來 養可能一周 可是 要我持之隱恨碰 吉他一周已經是一個很難的事情了 因為我很愛半途而廢 我很沒有耐心 所以最近就是有克服這一個 呃自己的缺點 然後把檢真的是稍微養出來 我也覺得很驕傲 可是這些東西就是 就只有 跟我有自己 跟我有關係啊 就是我好像也沒辦法 就這些東西沒有辦法成為 代幣 然後去 儲值我 爸媽對我的 放心跟期待 跟他們對我感到驕傲 都沒辦法 我現在唯一有辦法變成 代幣去儲值 爸媽 期待 驕傲 幸福的 只有我 打工的事情而已 然後可能頂多在一個就是下禮拜日文課開始上 可是文課還沒發生嗎 那是下禮拜二的事情 所以我 我剛才跟他們視訊我就覺得 就是我明明覺得我現在最近的生活有很多事情正在發生 有很多事情我很開心 我覺得很有活力 但 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跟我爸媽講 然後當然也會自我懷疑 因為 一個禮拜上兩天班真的是 就是 就是真的是不知道在幹嘛 可是 我爸媽是沒說什麼 然後 我自己也對自己沒說什麼 就我也不想要太 太累 或是太攻擊自己 可是 想到的時候心情又會很差 可是我又覺得 就又回到我以前講的啊 就是我覺得 我以前跟自己說 我只要 拿到碩士 那個最難的難關過了之後 我只要拿到碩士 我做什麼都可以 或是我也跟我自己講說 只要有工作 有工作就比沒有工作好很多 就是以我的狀況來說啊 這些我都達到啦 我就 都已經就是 跨進去 我覺得可以 很安穩的 很安穩的生活節奏 然後我現在又在很安穩的生活節奏裡面 覺得自己很差 可是我明明 這幾天我覺得我比較有 在生活的感覺 就很矛盾 然後 心情本來就不太好嘛 結果 結果剛剛就是 店經理又傳 訊息跟我說 欸 是你跟 是你回的那一些 定位E-mail嗎 是不是你在那些 定位E-mail裡面說 我們的另外一家店只收現金 然後 我那時候就覺得 慘了 原來那家店沒有只收現金 結果一番對話之後就發現 喔對 他們真的沒有收現金 然後我講錯了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說 說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然後店經理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下次記得就好 可是我就是很討厭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就是我所所謂的 永遠都有新東西要學 而且你永遠不知道那些新東西 會在哪個地方偷襲你 找上你 說的我最討厭的 職場上新人時期遇到的事情就是這種事情 就是 我這家店是 就是直收現金 然後我一開始覺得 要記得 提醒顧客直收現金 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然後呢 我好不容易強迫自己就是 習慣 要講我們直收現金這件事 好不容易 花了好大力氣養成了這個習慣 我終於可以脫離 每天緊張兮兮 怕自己沒有提醒到直收現金 的這種 公事擬鬧之後 好我覺得我已經成長成一個 相對有經驗的 的員工了 好我覺得我很棒 然後 我很 樂在其中 就是我很樂在 一直進行著正確的 服務輸出 這其中 結果 我很努力 我很積極的在 做我份內的事情 結果還是出錯了 而且這個錯是 沒有人跟我講過 另外一家店 可以收卡 沒有人跟我講過 可是 我要回 定位訊息 有人教過我 所以我要回定位訊息 也是我份內的事情 是我可以做到的好事 我也很認真去做了 我 我強 面自己的 我強迫自己去面對我自己的不安感 我強迫自己去面對我 不喜歡這些瑣事的感覺 我克服 然後我 去做 結果 我做錯了 而且我那個錯不是 不是 二過 三過 我那個錯是 沒有人跟我這樣講過 我一直覺得店就是 這家店就是收現金 所以我當然也會覺得另外一家店也是收現金啊 廢話 就我真的很討厭做錯的感覺 我真的很討厭 尤其是那個錯會讓我覺得很無辜 就是我覺得 我不是笨蛋 可是這種錯會讓我覺得我很像笨蛋 我還討厭那種讓我自己看起來很像笨蛋的錯誤 尤其是你知道那幾封email是怎樣 那幾封email是我傳完之後 我回覆他們就是 喔好好定位什麼 然後可不可以留下你的電話 或是說我已經幫你們根本 因為我們這家店 收email有點像是我們在主管那些 所以各路的email都會到我們這個ipad裡面 然後如果他要訂另外一家店的話 我們會統整之後打給另外一家店 由我們去跟另外一家店 幫ipad上的客人的email訊息定位 我那幾封email 我一口氣除了四個 我覺得我很了不起 然後呢 我傳完之後 我還想說 啊我忘記提醒他們要現金了 我還想這樣 我還想說 哇哇哇完蛋了 我忘記提醒他們 因為我們只收現金了 因為我之前在學的時候 我都只學了那一些 訂我們這一家位置的客人的定位 要怎麼回 所以我那時候還想說 喔太棒了 我還想到這個debug 就是我還想到 我少做的事情 那我要趕快講 然後我還 壓抑住自己覺得 呃 傳了第二封補充說明的email 這一件事很煩人 我很煩人 的這個心情 然後去完成我的補傳 我說 呃不好意思 那我們只收現金喔 我一直覺得我做得很好 然後店經理剛剛跟我說 我做錯了 因為他們不是收現金 他們不是只收現金 有點像是好心貝雷親嗎 可是 這個 好心貝雷親這個狀況 然後套用在植物上面 然後反正我就是很討厭這種感覺 所以我剛才心情非常非常差 雖然店經理人很好 就是我這件事情是針對事情 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感覺好像學也學不完 因為我以為我已經學好定位了 我覺得我已經表現很好 結果我想不到 還有新的事情要弄 還有新的事情得知道 而我沒有知道 但我當然知道也許這些事情就是 對店經理來講啊 對同事來講啊 對任何人來講其實都 不是一件大事 就他們其實也沒有那麼在意 客人也沒有那麼在意 但 我就很在意 我真的很討厭這種事 我想到我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也是真正上班之後 因為我第一份工作有受訓 然後 我真正上班之後 就是很多東西都是受訓沒有繳的 然後我就要在職場上重新 就是在現場重新學 然後我就覺得 這種東西你可以放進受訓裡的 你為什麼要 就是要讓我 暴露在職場上 我要自己去面對 說我沒有把這個學起來 為什麼要讓我 把我丟在那邊然後 讓我面對那些新東西 就明明可以放進受訓的 尤其是你是有受訓的 制度的一份工作 然後 我那時候我的同事就跟我說 其實 工作都是這樣 然後我 我其實一直有在 就是 我離開第一份工作之後 然後我一直在反省 是不是因為那是我第一份工作 所以我就是 對很多事情都比較 天真啊 比較義憤天音啊 比較沒有 沒有辦法 跟很多事情過得去 可是 我到現在 已經是我第三份工作 三四份工作了 然後我到現在我遇到這種 就是 明明就是沒有先講 然後我必須要 就很像我自己去踩地雷的感覺 就很像 我自己去走這片沙灘 遇不遇得到地雷 然後遇到我就受傷 的那種感覺 我對這種感覺還是很抗拒 我以為我 就經過多 就是幾年的職場洗禮之後 有好一點 但我發現好像沒有 然後 我這幾天其實 就是一直在玩一些就是 影片啊 然後吉他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跟自己講說 好 我最近就不要想 找工作的事 然後因為我時薪 蠻高的嘛 我時薪是大概 410 420台幣 然後我覺得現在也還不錯 可是今天下來又覺得 我還沒有找到工作耶 現在已經四月中了 然後 學校的 學校的那些職缺就是 繼續把我刷掉 不知道耶 我到底 該做什麼啊 他會覺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廢 然後 有一股聲音就會說 沒有 真的很廢啊 你真的已經還渴了 還渴了 真的 你至少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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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另外一個聲音又覺得 天啊 你真的太廢了 真的是很廢 不要在那邊 無病呻吟 真的是太廢了 然後我 我訂了去葡萄牙的機票 還有訂了去西班牙的機票 四月跟五月 我當時是跟自己講說 自己找到正職工作之後 我就要出國玩 可是我現在還是給他訂下去了 然後我在之前都沒有找工作 我就會覺得說 我投的 我現在有大概三家還沒有回我嘛 說不定那三家會有中嗎 可是 話說回來 我從一月開始投的所有工作 我都這樣想 我都這樣想說 反正投的那幾家 應該至少有一家 我可以進入到面試什麼的 我應該最後一個 直接拿到工作什麼的 但都沒有啊 這是學不乖的意思嗎 然後因為我又覺得說 拿畢業的話大不了就變正職嘛 或是我一直的計畫 就是去星巴克當正職 因為我覺得星巴克 它是一個大公司 我喜歡大公司 然後它是標準化的 它是 對啊就是大公司 然後我覺得我學會的 星巴克的標準流程的話 我到哪邊都可以做 星巴克到處都有嘛 我可以打破那個地獄 講解 然後我是預計六月 真的找不到工作的話 我就去做星巴克 然後拿畢業可以當part time 我覺得這樣也很不錯啊 可是 所以 所以這樣子 這樣子去推論我的 安排的話 那我現在這段時間 四月跟五月 就是我的過渡期 我可以 我可以輕鬆一點 可是我的問題就是在於 我明明跟自己說 啊這兩個月可以輕鬆一點 可是 當我很低潮的時候 我又會覺得 不行這樣 但我又不知道說 我一直覺得自己不行 我一直覺得自己做得很差 這件事到底是不是 好的驅動力讓我做改變 還是它是不營養的 只是讓我心情差而已 我不知道 譬如說我會跟自己講說 好 星期三 星期三這一天 就是 做開心的事情就好了 譬如說 剪影片 譬如說 彈吉他 譬如說 煮菜 譬如說不出門 可是真正到了禮拜三 我又會覺得 天啊我在幹嘛 我怎麼會 讓自己這樣子 一直回想以前 很多以為自己會成功的 努力 有辦法回收回報的 付出都 最後沒有回報 就會覺得我是不是 今年也這樣 明年也這樣 然後十年後也都這樣 那我要怎麼辦 可是我又不想用這種很 抨擊自己的想法去 熄滅我最近 覺得很有活力的火苗 我不知道欸 就是 我覺得最近明明自己表現得不錯 就是要拿出東西去佐證 表現不錯 這四個字的時候 好像又都拿不出來 然後因為現在是在等 第三家 南比葉開設嘛 如果第三家南比葉開之後呢 我們這家店的 很 有一些人會被調去第三家 那這樣子 我的小時數就會比較多 我覺得可能 也是因為現在我的小時數 偏小 就是一個禮拜 十小 十二小 所以才會真的覺得自己無所事實 可是 我有想要跟自己說就是 一個禮拜 十小 十二小 已經比我之前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好很多了 我當時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就是跟自己講說 如果今天一個稍微的兼職 然後稍微出去做一下 就會感覺好 瘦很多 所以我才Push自己去做一個 一個就是 所謂的隨便的兼職嘛 然後我現在也做到了 然後我現在又開始覺得 啊這樣實在太廢了 你在幹嘛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講過 就是我的 我的電經理 他是格拉斯哥大學 生物學士 生物碩士 然後他找不到工作 他有簽證喔 他有那個 他有那個歐盟 就是歐洲的這種簽證 然後他也找不到工作 當然他 他也 雖然倫敦可能對他的那個 專業比較有多的直覺 可是 他沒有想要過去嘛 所以 然後反正我聽他的狀況之後 我就 覺得寬性很多 我覺得 哇他 在我眼中 那麼專業的專業 都找不到工作 那這樣子 我找不到工作也是剛好而已 那這樣 就是這種想法可以讓我比較 比較來之安之 會覺得 啊好 那既然是 這樣的狀況的話 那這樣好 確實我真的可以 就找一個 穩定的 勞動工作 譬如說 就是 Starbucks 或是 南比业 就這樣子坐著 然後坐到我 回台灣 然後其他時間我可以自由自在 就是不要 不要太有 追求什麼的 我覺得這樣 也不錯 因為像 我現在的那個生活 生活狀態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我 我蠻喜歡的 只是公時少了點而已 但我不知道 我就是可以 稍微維持這樣的想法 讓自己好過一點 可是突然之間又會很 很崩潰這樣子 我其實也知道 就是那個 直收現金啊 回Email那件事情 其實我 只是現在很 覺得很痛苦 很 很不舒服而已 我可能 兩天後就差不多忘記了 然後更不用說兩個月後 我應該不會 壓根 不會care這件事 可是我現在真的覺得 我現在這個瞬間 我真的覺得很痛苦 這幾乎是我職場上 最討厭的事情 最討厭的感覺 最討厭的經驗 就是這種事 真的 我好像沒有其他 我其他 真的都還好 我對於這種 就是我犯了一個 地雷般的錯誤 就是 那種我真的 我真的很不行 我真的最討厭這種 就我根本不知道 它是一個錯 真的 這種感覺就是 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看起來很笨嘛 而且會讓我覺得 我是一個很差勁的人 真的 真的會讓我覺得 是一個很差勁的人 像 前幾 第幾次上班的時候 廚房 廚房送那個 送那個點心嘛 炸冰淇淋 然後呢 炸冰淇淋從廚房出來的話 是它是一個玻璃的那個 高腳杯 去承接那個炸冰淇淋球 然後呢 我那時候已經 就是已經上工可能 五六小時了吧 可能已經上工六小時囉 就在我第六個小時的時候 出了這個冰淇淋 從廚房出來 那我當然會 很直觀覺得 就像端河粉 端所有炒菜一樣 端所有沙拉一樣 就是從廚房端出來 然後拿到桌上給客人嘛 然後結果後來 我的同事就跟我說 你剛才是直接給他們嗎 我說對啊 他說 不對喔 我們 這種就是甜點類 我們有三個甜點 我們這個 這三個甜點 都是用高腳杯裝 那你要先拿到吧檯 吧檯呢 它會有一個那個 茶碟子 你要再放一個紙巾 然後再放一個小茶匙 然後再把那個放上去之後才可以送 他就說 你下次 送之前要先吻 你下次做這些事情的時候要先吻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要怎麼知道哪些事情要先吻 我已經端了六個小時 從 從 廚房 到外面 廚房 到外面 這樣一直端端端 端了好幾盤了 我怎麼知道這 還有地雷在裡面 我怎麼知道 什麼叫做我要先吻 那你怎麼不先講 我怎麼知道我要吻 而且你每次心理人問一些就是 基本的問題 你多少會擔心就是 老鳥覺得 又要回答又要回答 雖然大家都人很好 雖然大家都人很好 可是 就是會有那種莫名的心理壓力嘛 就算你知道其實根本不會有人覺得不耐煩 但是 問的 發問者就是會有那個心理壓力 然後就會很 很 很容易想要 透過之前學到的 或是那種一貫的邏輯去完成 眼前這項任務 我也是這樣做 我也這樣子送出甜點 然後被我說 被 被對方說 我下次要先吻 我到底怎麼知道我現在處理的這項任務 是需要先吻的 我到底怎麼知道我現在處理的這項新的任務 我第一次遇到的 沒辦法 他是例外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他還會是例外 他 其他的 步驟 其他的狀況 都跟我之前處理過的 經手過的 都那麼的相似 我要怎麼知道 這裡有另外一顆地雷 我要去注意 我就是最討厭這種事 然後我不是 我不是前幾天錄影 就是我躺在 躺在床上 然後那個 躺在枕頭 然後藍色 那個 那個 毯子 蓋著身體 然後我不是說我那天很開心嗎 就是因為那天學到的新東西都跟這種 不是這種新的 事情 那天學到的都 對 我其實有點忘記了 但就是很愉快 不像是現在這種 然後我也知道說 如果要根除這種就是情緒上的波動 我應該就真的是快點找到一份政治工作 可是我也許就是一個很爛的人 我也許就是一個 提不起勁 沒有辦法積極面對的人 我也許就是一個廢物 所以我 做不到 我就是做不到 然後 我覺得這好像就是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的概念 就是我在這邊 哭哭啼啼 然後我還是沒有其而行 所以我活該 就是 有一派就會覺得說 我這樣子一直自貶很危險 我這樣子一直說自己的不是 一直對自己 不滿意什麼的 很 很不OK 會讓自己就是 越過越糟 可是另外一派又覺得 對啊 你都講出來啦 就是這樣啊 你面對吧 不然真的就是可悲到極限 喔 還有 還有一個心情很差的點 就是我學生證還沒記到 而且我現在嚴重懷疑 因為我是校友 所以他們可能 所以他們可能不會記新的 學生證給我 他們可能直接就是 用他們後端 後台 去控制那個 數據 然後把我的那個 就是已經 逼不過的學生證 直接讓他變成可以逼過的學生證 可是呢 現在的重點就是 我昨天不是講說 現在那個 我的自習大樓會 查 8點以後 非學生不能在 建築裡嗎 那 我的學生證如果真的是因為 我是校友 然後我報了這個課程 然後他們就不 不寄新的 實體卡給我 只是改 那個逼不逼的過的 這件事情的話 那這樣如果 自習大樓在查 我的學生證的時候 我拿給他看的話 他會看到我的過期日期 是2022年9月30 今天是2023年4月8號 然後這樣的話 如果我被查到 我就還要解釋說 因為我在報短課程 所以我的卡其實是可以逼得過的 只是因為我是校友 所以就是我還要講這一大段對話 然後呢 他們可能 三 我可能在那邊待了三天 三個晚上 然後都遇到 查勤的人 然後結果 他們就可能要回到辦公室說 欸 你們知道有一個亞洲女生嗎 就這些就是坐在四樓角落的那個 他那個 他那個 學生證上面 雖然是那個 很早就過去了 但他其實最近在上短課程 然後他們說 喔 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 喔 我去看一下 就是 就是又要變成這樣 你知道 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搞出那麼多事讓我面對 就明明可以從源頭解決的事情 你是短課程 你就乖乖寄學生證 雖然現在是禮拜六嘛 禮拜日不收 不收 見 就是禮拜日應該有局沒有 營運 所以可能禮拜一 或禮拜二 我還有機會收到學生證 然後我禮拜二晚上上課 就還是有轉韓語地 還不是我說的那麼死 但今天已經禮拜六了 今天禮拜六有收信服務喔 有收記信服務 所以 他今天可以來的 他沒有來 然後我不知道他現在到底 什麼時候才要給我學生證 說不定他就真的完全不給我 然後就是 因為他不給我的這個 不方便 我要承受 可是你某一時候就不能同一作業就好 就給我學生證 你不要拖那麼晚 讓我一直很焦慮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今天發生那些不開心的事情 我現在所有的不開心的想法 就會好像 顯得我 這陣子開心的事情好像很微不足道 很不足掛齒那種感覺 然後我覺得這樣很 很委屈也很不開心 就我明明覺得我最近過得不錯 可是一兩天之內是很多那種 討厭人的浪 就這樣一撥一撥打過來 然後就把這陣子的不開心 就是好像全部 這陣子的開心的事情好像就全部 淹沒的感覺 然後我也很討厭自己這種就是 光說不戀 的狀況 晚上10點19 我剛才不是 情緒崩潰 我剛才上個影片不是 情緒很激動 然後後來我剛才就 煮了義大利麵 然後我把我 是昨天吧 昨天的奶茶 我剛才喝了幾口 我覺得肚子有點怪怪 我現在有點 就是你知道 怎麼講 就是那個 就是 心情的問題 就是 嗯 就是 講 講 講 怎麼講 就是有點 Kimochi的問題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講 就是 我想要再生出一首 Cover 這樣子我 心情可能會 就是再生出一首Cover 今天晚上把它傳出去 可能就會致百病 就會覺得 今天也沒有那麼廢 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在練習 我想要那個 Taylor Swift的那個 真之衫 Cardigan 然後我不知道 有沒有辦法 因為我剛才在試那個 另外一個 Megan的那個 Just a Friend to You 可是我覺得 Just a Friend to You 好像 就是 因為現在是10點20嘛 然後我也很怕很大聲 所以 我覺得 Just a Friend to You 好像 沒辦法用就是很壓抑的聲音去唱 因為 有些地方用很壓抑的聲音去唱 好像就沒有那麼好聽 可是 我覺得 Cardigan好像 可以 然後我在練 我很不熟的那個 And when I feel like I was in Cardigan Under someone's bed You put me on and say I was your favorite 就是我現在都知道說 嗯 這一段應該要聽起來怎樣 可是我剛剛大概 五分鐘前吧 就是完全 沒有印象 就 對這段沒有什麼印象 然後就搞不太清楚 And when I feel like I was in Bling out of tea can get me wicked I 我也覺得我表現得不錯 但我不知道我生不生得出來 今天是 禮拜六 所以 感覺鄰居應該都蠻晚睡的 而且我之前也聽得到 我聽得到鄰居 然後我也聽得到鄰居講電話 我也聽得到鄰居 我不知道是上面還是下面 我聽得到 鄰居那個 手機響 這就是 現在這個環境裡面充斥著剛剛 義大利麵的那個草陽叢尾